大家好,我是大不鐵小編 那今天8月14號台服推出了一個新的活動叫做陰森之地 那你在這個活動裡面它可以去打怪打到這個銀子 那如果你打到銀子的話呢 就可以在這個製作系統裡面的限定這邊 去製作各種不同屬性的這個銀子 然後製作完成銀子之後呢 再切換到活動箱子 然後移到最下面 這邊就可以做一個蘊含屬性的銀子 那這個銀子它就是使用之後可以隨機開出一些道具 那最好的話當然是有一些藍紅裝 那這個的話是銀子活動的這個介紹 那我們今天的重點呢 不是這一個 剛才我們在實況的時候有人告訴小編說 銀子裡面有一隻怪物 它的設定好像怪怪的 好那它會造成玩家就是瞬間噴血噴掉三五百的這個HP 好那我們就來實測一下 到底是哪一隻怪呢 我們現在先把Auto取消 然後飛一下去找一隻叫做地鬼 好OK就是它 好 偷銀子的地鬼 那現在大家看一下我的血量是1994 然後打它一下 好 1994掉到一..你看 已經掉到八百多了 它剛瞬間一下 我已經掉了四五百的血 這個太可怕啦 好那我現在是這樣子喔 防禦-89的狀況它有些是miss 哇又噴血又噴血了 我應該再一下就被秒了喔 我應該再一下就被秒了喔 假設我現在是把裝備脫掉的話 我應該瞬間被秒殺 好看網友講的 真的是這樣啊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是不是很可怕喔 來脫掉裝備 哇 哇秒殺 死了 哇這個這個太可怕了吧 一下 五百多四五百的血 那對於這個 欸比較等級比較低的新手 角色來說 哇是不是太可怕了 好那今天的話 其實在日版也推出了類似的活動 不然我們來看一下 日版這邊的設定 是什麼樣好了 那同樣這個任務呢 我們先傳送到這個地方 好日本是在設一張地圖喔 然後一樣呢 我們去找這一隻 剛才這隻魚傘 哇欸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有沒有機會啊 好來來來來一隻 我們把他拉到邊緣喔 OK拖到最角落 哇死掉了 哈哈 來看一下 好 我們現在打這隻喔 看一下血會不會跳 五百一五多 1526 看起來他命中不高 1516 攻擊力還好 1507 攻擊力還好 那我們現在把裝備脫掉看看 1400 1400 1300 還好齁 這個的話 傷害就沒有像剛才那個那麼可怕 雖然說他還是痛 但是基本上沒有像我們台版的這麼可怕 所以台版那一隻我真的覺得 有可能真的是設定上有一些問題喔 導致說他的這個攻擊會突然的大爆血 好 好啦 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自己心裡面應該有個敵喔 如果你在參加這個陰森之地活動的時候 記得要把你的水帶多一點喔 那防禦的話也很重要 基本上小編建議你把你的防禦撐到 90以上 甚至95以上會比較安全一點 這個地方他雖然是60級左右就可以進來 但是基本上你還是要有一定的能力 要不然很快就會下去囉 好那以上影片呢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如果喜歡小編的影片記得按一下訂閱跟鈴鐺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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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這個影片 還想到這些影片 我們下次再給你一個影片 分享一下